这一节课呢我们要进入到说混合伴奏 很多人会问我说 哎呀老师这个曲子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伴奏类型啊 我想说其实到我们最后 我们不只局限于一种伴奏类型 其实有没有发现 我们已经在混合一些伴奏类型了 比如说我经常跟你们说 如果和弦只有一拍的时候 你们就弹注视和弦对不对 然后呢你们就会把分解跟注视相加 或者是爬音跟注视相加 今天我们试试看 把这三种都混合到进去 那有一个很简单辨别的方法 说什么时候要弹分解 什么时候要弹爬音 就是说当我们的两个手非常近的时候 你就可以弹分解和弦 因为这样的我们的手就不用往上移嘛 当我们两个手有一点距离的时候 我们就试试看弹爬音往上移 或者说你弹了很久的爬音了 我们稍微来一点分解 或者弹了很久的分解 稍微来一点爬音 那注视呢也就是还是一样 当你和弦换得比较紧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注视来 我们来试试看 先翻到大陆版诗歌203首 好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 哦对了今天的诗歌 我会拿上一节课来做一个试验 说看看大家有没有 把临时升降号给复习的很好 那203首呢就有一个临时的升东 不过那对你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好我们现在开始了啊 比如说最开始 它不是EM和弦就持续了两小节吗 那我就很随意 然后编 因为两个手非常的近 所以我还是爬音 好 对不起我还是分解 然后现在我要变爬音了 看到吗 看到吗 所以就短短一行里面 我就把爬音跟分解相加了 那其实我们的运用也非常灵活 我在最开始我用的是分解 对不对 我也可以用爬音哦 这里我也可以用分解 就是它是 这里这样可以分解 或者我在第二次EM的时候往上爬 所以它是非常灵活的一个事情啊 我们往下走 接着看 也可以用红色的地方浪费 いく人 在那边 至少 看到吗 所以我就是非常自由 我想用排音的时候都可以 我想用分解的时候也都允许 好 现在我们再来拿一首歌 237首 其实今天节课非常的简单 也就是说只不过我为你们的伴奏 增添了一点色彩而已 但是节奏千万都不要数错了 OK好 那237也是我们上一节课 就提到过的有一些临时升降 非常美的一首一首诗歌 OK看到吗 注释因为它只有一排 分解 分解 哦对不起 爬音 然后分解 不过有的时候我用爬音的时候是因为有些情绪要起来的时候然后我会尝试用我的左手带一下就比如刚才 所以我就刚才在那个很长的拍子里面我用爬音带了一下啊好我再来一下啊对不起 所以左手要有点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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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OK 那今天的节课就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可能也需要大家的练习 不过呢 你们从第一步走到现在 我觉得你们完全有能力 让一首诗歌变得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有情感 那特别要注意说 我们要有音乐的起伏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少一点 然后后面的时候多一点 还记得我在 现在的你们 所有的你们基础课上的你们 都可以回过头去 再去看我公众号的第二节课 我们讲的不是音符 而是音乐这节课 我们有一个最最简单和直接的工具 就是健强和健弱 就是弹得慢慢慢慢强起来 或者慢慢慢慢弱下来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表达层次的一个工具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是一堂非常简短的课 但是实用性非常的高 OK 下次再见啦 拜拜 感谢观看